大家好,各位早晨 这出动画版本的蜘蛛盒 其实第一集我也有看,因为这是第二集 但是第一集我看完之后,其实我都不是不喜欢的 我都可以喜欢的 起码我觉得我是喜欢动画 Spider-Man多过 真正在拍真人做的那些Spider-Man 那些我不喜欢看 但是我看了又没有讲 但是我懶得再录片讲 但是我对第二集的感觉 其实有很多,它比第一集差一点 但是很多好处其实都是一样的 我当是讲回 这一出就是动画版本的Spider-Man的第二集 故事就是直接承接着第一集 所以它是接下来的 它的故事在这集里面还未完 很明显它又在计划 是会再有下一集 可能就是一个三部曲 那就是它是一个动画 就是它的风格 你要看放映片才可以理解 真的很难形容 真的 那就是它这一集的故事 因为它在这个世界里面 它是讲一个多元宇宙 一个Multiverse的世界 在不同的平衡时空里面 在每一个平衡时空里面 在每一个平衡时空里面 都有另外一个Spider-Man 每一个的蜘蛛盒 视乎在哪一个时空呢 它是可以很不同的 可以有男子的Spider-Man 有女子的Spider-Man 有中年的Spider-Man 有很多好像猪那样的Spider-Man 是很创造的 是视乎你在哪一个时空 那这个在第一集 已经奠定了它在一个平衡宇宙里面 那它的主角就是一个15岁的黑人男子 我不知道是黑人还是Mexican 那些有色人种 总之 那它... 所以它在这个故事里面 它也有一些Coming of age 一些青少年成长 如何跟父母聊天 升学 就是... 它里面也有那些故事元素 那它在这集里面 关于真正Super Hero Spider-Man 主要骨幹的故事 其实... 有两部分 它... 有一些... 交叉 是... 这是一个重叠的... 就是第一... 出现了一个新的... Super Villain 一个有超能力的怀人 那这个人叫The Spot 他有些能力可以随时穿越时空,在不同的地方,又或者在不同的元宇宙里面出现 有这样的有 另外,与此同时,故事发展到原来有一个神秘组织 那个组织集合了很多不同的宇宙里面,差不多所有的蜘蛛盒 他们就变成像时空警察那样 当他们收到消息,知道在那些时空里面出现一些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例如,有一些事情是命运决定 又或者是,差不多是自然法则那样 有些事情一定是这样发生的了 但是有时,如果有些人改变了一定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就会造成那个元宇宙的不稳定,不平衡 那这些时空警察就会出手去解决一些问题 那这部电影的冲突 其中一件事,就是说主角的蜘蛛盒 他有一些事情是很想他要改变了他的 就是他接受不了现实,就是他想改变了他 那就变成了,搞得好像是 跟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其他的蜘蛛盒作对 就是会有这样的冲突 大概是这样的,因为故事其实也很复杂 你可以说很简单,就是这么多 但是他有很多其他的细节,不同的东西 他在这部电影里面都有交代和说 出戏都挺长的,他好像是两个半钟 首先,我想先讲一些角色 上一集有出现过一些主要的角色 在这一集都有重新再出现 男主角,女主角就是Gwen 就是白色的蜘蛛女 我觉得男主角OK,第一集OK,第二集OK 但是这一集,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一大段是讲蜘蛛女 我觉得蜘蛛女很好看 我看那一段,因为我不知道出戏是说什么 我当时就觉得很棒 如果他这部电影,第一主角是变成蜘蛛女 我觉得会很好看,我很想看 但是他故事那一段,又是讲男子 其实我是有点失望 因为我很想看蜘蛛女的力险 因为我觉得那些颜色,那个女生的设计 很多东西我觉得都很好,我很想看他 可惜他没有更多的气氛 但是其实他的角色在第二集已经多过第一集 已经重了 所以也好,我会觉得再多一点再好一点 另外我很失望的是,上一集 其中一个我最喜欢看的角色 就是那个很刺激的Peter Parker 有啤酒套的Peter Parker 我觉得那个人刺激的很好看 第一集 第二集也有他 但是他的气氛是大幅减少了 变成了是 我觉得很可惜 因为我很喜欢看他 那你考虑到这部电影 他两个半钟头长 我觉得他一定是 如果是想的话 他一定是可以放更多时间 让那个人发挥一下 我觉得是可惜 那个角色我没有看到 而且第一集 有一些蜘蛛盒的设计 我觉得是很刺激的 可能第二集他都很刺激的 你都可以说是 但是有些东西你已经看过 那就不同了 因为你第一次看的时候 你就觉得很惊喜 因为他有一些蜘蛛盒 他突然出现 第一集就已经有了 就是他是不同的动画style 例如有些日式动画 例如有些日式动画 有一些就是美国 但是是traditional的 那种这样的style 很多第一集都已经出现过 所以第二集看的时候 就是已经看过 那个感觉好像是 没有一些令我看第一集的时候 我觉得是很惊喜的 那些蜘蛛盒 那些蜘蛛盒 Lego那些部分都挺过瘾的 但是真的都很少 但是其实看这部电影 无论是第一集还是第二集 就是我OK 喜欢他里面的一些角色 那个故事 其实我在网上 看到很多人踩第二集的故事 但是其实第一集 我也不觉得是好的 我也不觉得特别好 但是我也挺喜欢第一集 主要就是因为 我很喜欢他的动画 那个style 我很喜欢他的animation 尤其是因为 他的故事的主题 是说Multiverse 所以他说 很多重的宇宙 所以他在里面 有很多是用不同的漫画 或者动画 那些style 又或者那些颜色 去代表 来刻画 他在不同的宇宙出现 整件事是觉得很合理 另外有一种感觉 就是会觉得 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 就是这一齐戏 他用漫画来表达 就是确实是比用真人去演 就是如果是同一样的故事 我觉得如果是真人去演的话 我应该就不喜欢 就是直接不会想录片讲 那现在这样 就是他用动画 我就喜欢多很多 就是其实是 因为他的动画 真的很高质 而且他的style 都挺大胆 都挺大胆 我觉得 差不多有些部分 去到实验性质 但是很合理 而且很合理 就令我觉得 他用动画来表达 是一个 就是直头 差不多是一个必要 就是不是一个gimmick 就是不是说 考虑budget 又或者跟一些演员签约 很麻烦 不是那些原因 而是 就是这个电影 他的需要 所以我觉得是很fit 很喜欢他的style 尤其是他在出戏里面 他的角色是spiderman 所以 例如他 例如第二集 他有一幕 是一个很简单 都不讲那些动作场面 有一幕 我觉得是最美的 就是 男女主角在那里聊天 他们围着桌子 在旁边那里走 然后他们倒转地坐 就是wallpaper 这一幕 我觉得他画得很美 就是画面跟着他们两个人 然后那个天空 又倒转 就是围着桌子 这样走 就是那些画面上的表达 我觉得是很好 表达得 所以呢 他的animation 各方面 我是很享受的 其实那个故事 我是一样的 第一集 我也一样的 那个故事 但是呢 就因为他这种动画的style 我觉得很好看 就是完全保持得住 就是 令我觉得是由头到尾都很有趣味 是加很多分 是因为那个animation的缘故 是加很多分 OK 那么 我觉得呢 最不好就是他的结尾 就是 基本上呢 他是没有结尾 哈哈哈哈 他未至于 是离谱到 好像Fast and Furious 最新的Fast and Furious 就是他在动作场面中间断了 中间断了 中间断了 哈哈哈哈 他直头是没有尾 摆明的 他这个呢 未去到这样 但是呢 就是他 那个感觉 也是很强烈 就是 哎 出戏都还没完 就是 那个感觉是这样的 所以呢 我觉得这样是不好的 我觉得这样是不好的 例如好像《魔戒》 那样 他都分了几集 但是 但是 他每一集完整的时候 你都觉得 啊 就是 有些很重大的事情 发生了 故事去到那里 是一个 合理的小结 你会觉得是 你不会看完 出戏之后 觉得很 很不满足 很不满意 这出戏 就有这样的感觉 看完之后 我觉得很不满 OK 第一集 我看完之后 我就 出戏都不错 我就在想 如果他有第二集 我也想看 这个第二集 去到结尾 他完整的时候 其实我的感觉 也是一样的 你可以说 他有第三集 我还是会看 但是 那个 心底里面 那种的反应 就很不同 第一集 我有这样的感觉 是因为 我觉得 出戏挺好 OK 比《魔戒》 其他的 Superhero movie 好多 我觉得 如果他有第二集 我也很想看 这个感觉是这样的 这一集 就不是 这一集 就是 故事还没完 糟糕 那他做第三集 我一定要看 因为我已经投资了 两个半分钟 看这一集 怎么可以不看第三集 我觉得 我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 我最不满就是那一部分 OK 但是 好像我刚才所说 他那种 style 那种animation 是可以 补救很多 所以我不觉得 这一集是一集困难的 OK 我给他的评分 就是 C 如果他的结尾 不是圆成这样 其实 我可能会被 B B- 是会的 因为我很喜欢 他的style 但是他圆成这样 hike 我怎么可以 给他高分 的诗价 因为我过不了自己过关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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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